镜头转回国内 最近网络有一段爆红的影片 是乐高版的雷神索尔动画 精致的特效居然全都出自一个台湾高中生之手 这位泰山高中生的三年级的学生呢 虽然马上就要考学策了 不过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投入在自己喜欢的公仔上面 同时他也想用这个作品去申请大学 雷神说飞天遁地展开厮杀 电关火石的特效动画在网络上爆红 但这出神入化的分迹效果 竟然只出自一人之手 转相机 就确定他还是在中心这样子 对他在拍照 泰山高中三年级学生曾曾玄 土法炼钢一张一张拍出停格照片 再把五千张影格剪辑后制 花了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 才完成让玩具飞的梦想 小时候就是都会拿着玩具 就是在那边轻来轻去 然后会自己配音一下想象情节 然后所以还蛮希望就是有一天 就是他可以照你的意思动起来 大学学策就近在咫尺 但成名动画的曾成玄 坦诚念书不是他的兴趣 打算直接把这部动画当作面试作品 吸引大学教师目光 第一次模拟考老师就已经跟我说 你在考最后一名 我就要把你的相机收起来 结果好像考倒数第二名 他就没有收我相机 我喜欢的玩具 我都希望可以帮他们 就是有个剧情 然后拍一部片这样子 抽屉里面满满都是公仔 变形金刚是曾成玄的最爱 未来还要将收集来的各种角色 从脑海幻化成影片里的最佳男主角 六点TV蔡仲荣黄金 新北市报道